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外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带颗蝗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旧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恋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航不拿出来贡献于人士,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志向不过是起义的努力。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人,盯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情,莎士比亚春光不自流。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说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颜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畏的横祸。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谁生着,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 总不要请别人在牢。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性质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骚心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 夺墨像一个骄傲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楼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拓纳。 他又夺墨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器, 不以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沙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 沙士比亚凭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 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 沙士比亚好帅的婚姻少美满。 沙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 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洁。 沙士比亚本来无望的是大胆成事往往能成功。 沙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 生命是时间的弄。 然沙士比亚装颜的大海产生蛟龙和精迷。 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足美味的羽虾。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沙士比亚一个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啄水。 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错饮一口。 沙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 沙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 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 谁偷窃我的钱囊? 不过偷窃倒有一些废物。 一些虚无的患直。 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 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 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品了。 沙士比亚不要诬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虎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不能推其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沙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 沙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 沙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宁愿做一朵鼻下的月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 与其风吟欠美,透去别人的欢欣,无名被众人所避弃。 沙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不得安生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幸福无穷。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 可是,不要过分狭逆。 沙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提罚。 沙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沙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 也必须在她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她人身上发生了热力。 在有感受她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她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 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 沙士比亚,不素知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 沙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 沙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精子。 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华。 沙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彷彷,也只是坟上楼阁。 沙士比亚和沙士比亚明治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喉。 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一管,就沙士比亚。 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帝败坏,把居父的财产当毁。 可是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 沙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 沙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沙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负力。 沙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 现在。 沙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不浅的早事。 沙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 往往做道理,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沙士比亚情欲犹如叹魄,必须使它冷却。 否则,那烈魄会把心儿烧焦。 沙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沙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 沙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沙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 沙士比亚让我指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 倒还容易。 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 就没那么简单啦。 沙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凡事必须三思而平。 沙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 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贵的门地败坏。 把巨负的财产当毁。 而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 沙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到西,就会犹豫不定,犯法事情耽误了。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乞怜。寸不难移。 沙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想你。 沙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 沙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首先要自己成性。 沙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她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 那些攀龙赴凤之徒,本叶根在她后面匍匐批击的。 这时候便冷眼看她跌落,没有一个人做她患难中的同伴。 沙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 沙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 我们的善情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之高气扬。 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善情把他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沙士比亚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 吩咱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尽谢不明了。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 沙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财情的。 他必须窥似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 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 然后像窥似舔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沙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 沙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守权利派,不能再问良心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 沙士比亚万事总须守权利派, 沙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事让时髦不时髦。 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沙士比亚,只需一阵裂风就能把乌云吹散。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暴。 沙士比亚失去了成品,就等红于敌人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沙士比亚爱情是叹齐吹起的一阵烟。 恋人的眼中有它进化了德火星。 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起的脱脱。 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 更厚的苦味。 吃不到嘴的腻糖。 沙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 迟早要制作成型。 沙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 沙士比亚若有汗烟。 其实是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人的一声是短的。 但如果A列底过这短短的一声,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 沙士比亚人。 沙士比亚人在不早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风。 沙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 认受才是勇敢。 沙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 沙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灵性。 多么伟大的力。 漂亮。 多么优美的一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 沙士比亚。 漂亮的产发给俊俏的脸。 但平天光彩。 沙士比亚。 直到再找不到对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 沙士比亚人生苦短。 若虚度年华。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沙士比亚。 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沙士比亚。 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沙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 不是青年的眼泪。 更不是死硬的强迫。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天色。 越是晴朗空明。 越显得浮云的浑浊。 沙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 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 它还是照样芳香。 沙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沙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 可以感化人心向善。 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 沙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 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 来沙士比亚读。 要有时也能治病。 沙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 是每一个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沙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同假装士兵的沙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较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 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地。 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 告别总是带着叛息。 沙士比亚不应当及于求成。 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 时间会成全一切。 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 沙士比亚大海要改善。 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沙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 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沙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沙士比亚爱和叹相同。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 沙士比亚。 假如我必须死。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 沙士比亚。 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仪。 沙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感。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 蜂蜜上面盖白糖。 沙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沙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等。 平驼虽小鸭千金沙士比亚有德的妇人。 即是容貌丑陋。 也是家庭的装饰。 沙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沙士比亚演戚则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沙士比亚尽由爱早还是爱逐境天。 沙士比亚尽是在磨炼中生长的沙士比亚。 爱和碳相同。 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 让它任意着。 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沙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理。 沙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 沙士比亚生命断促。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沙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它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沙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人是天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浮明,牺牲自己的良心。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看出喉来一样。 不依粗福,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沙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话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沙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闻世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律并弃。 沙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服侍她更快乐的事了。 沙士比亚抬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贤墨尽来。 沙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额脚。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凤凰落甲不如鸡。 沙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轻。 沙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 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她。 沙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沙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她们害怕强有力者。 解她来做旁塞。 沙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沙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沙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领悟。 纵是可取的沙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行为无价宝,甚为护身术。 沙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沙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批子。 她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沙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 沙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沙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沙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 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沙士比亚洗灭吧, 沙士比亚, 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沙士比亚, 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 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盈欲。 沙士比亚, 虽然权势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 沙士比亚有很多良友, 剩余有很多财富。 沙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沙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沙士比亚为的之前是信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沙士比亚爱情的野心是人被受痛苦。 沙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九尽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 沙士比亚不管抛贴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切上存的时候, 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沙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明或立刻享乐的路上去。 沙士比亚傻瓜的石顿是才子的磨刀石。 沙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 全身都会觉得难受沙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又无。 沙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沙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提起。 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比喜欢阳光。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不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基督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沙士比亚表演会把人们所控制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沙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沙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沙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开仪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浮浅的早是沙士比亚为师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师策更明显。 沙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 会昏掉一切的羞恥心。 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儿。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沙士比亚没有比正值更富的遗产。 沙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 也不逢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视同仁的。 沙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沙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沙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沙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沙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张势。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雕。 或是法官的笔服。 都笔不上仁慈。 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沙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 而令然而生为沙士比亚? 老实说,毕竟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头上拼命,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南沙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也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大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沙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沙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沙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沙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 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沙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沙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 沙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沙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沙士比亚两个人起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沙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沙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沙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 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忧郁? 多少食言? 沙士比亚? 你写诗句。 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 她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解。 虚滑的事物。 琐碎的玩具花束磅礴。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她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沙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重了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 方式认识他们的真假。 我们的无理的尊贤。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沙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葬送沙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 沙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沙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沙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沙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一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沙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沙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沙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沙士比亚志愿不过是体力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终护头蛇尾。 像未熟些果子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条。 沙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沙士比亚是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沙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均。 沙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沙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命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沙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念沙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以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爱比沙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沙士比亚比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帝又远。 春乃又寂。 又容。 得乃大沙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奇才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栖息在之后或地面上。 沙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预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沙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沙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采示。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潜逃。 会失掉西式之真天生力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沙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旧的好。 沙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沙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卷宠的时候。 勇却强弱智于前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 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 柔弱无用的都被选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沙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 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 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沙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 最怕寂寞的家伙。 沙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做干的傻事。 沙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估。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 沙士比亚千言蹉跎,来日无多。 二十例书,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青春一过。 沙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沙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明艳以名英国培根。 沙士比亚艳语。 哥德欧洲。 巴尔扎克。 高尔基毛泽东。 鲁逊于国。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林。 罗曼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维吾尔。 维吾尔族。 爱莫生。 苏霍穆。 林斯基。 基托福乐。 林斯基。 塞罗卢梭。 美国。 德国。 爱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契。 科夫。 俄罗斯。 蒙古。 俗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独裂。 佛佛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具。 分类人生。 爱情。 智慧。 真理。 时间。 科学思想。 人类。 生命。 工作。 劳动。 幸福。 友谊。 知识。 成功。 力量。 社会。 价值。 创造。 理想。 道德。 自然。 更多。 私. 城湾。 暴徒友们。 没研究。 除 mistress